国外咖啡厅高棚满座 民众悠闲逛大街 这里是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 丝毫秀不出战争气氛 利维夫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战争前每年接待的访客超过200万人次 其中六成是国际观光客 战争开打后最大损失就是外汇收入 现在绝大多数都是国内游客 唯一的外国人是其他国家的记者 旅游业是利维夫的经济重心 观光收益占地方政府预算约三成 也替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往年四月开启一年一度的旅游旺季 受到战争冲击 从事旅游业的9万人有很多瞬间失业 餐厅 饭店等服务业遭受严重打击 另一位富旅游业也低迷 旅游业市场却很活络 这位房仲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利维夫距离不可开打前几个星期 部分地区租金已经翻倍 现在也成为临时避难所 室内打起上百个上插铺床垫 奶粉 卫生紙等民生物资 以影俱全 让租不起房子的乌克兰难民 有个欺身之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